灣區生活知多些,Mango告訴你 觀眾朋友,三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終於等來了通關這個時間 在三年的通關時間裡面 大灣區裡面都發生了很多的變化 也有很多的朋友通過視頻買樓的形式 是在這個時間裡面買了內地的樓 但我相信依然有很多海外的朋友 有很多香港的朋友都蠢蠢欲動 等著通關這個時間回來內地親身感受一下 我們也會帶你去感受一下內地這邊鏡頭之外的各種體驗 從美食到周邊的配套、交通環境 以及實地去到這間屋苑 看看它的戶型格局朝向、採光等等 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通過看樓團一個活動來實現 而且我相信通過這三年的時間 很多香港的朋友其實對內地的樓盤 都比之前是了解更加多了 做足功課才來的 我們也特別推出是根據你的需求定制的一個看樓路線 可以一起過來這邊 我們去看真點這個樓盤 與此同時 容宜工作室推出的看樓團 在接下來的時間 將會定期和大家進行一個招募 如果有興趣的 參加我們的美食看樓團的一個朋友 可以在下方的連接進行報名 與此同時 容宜工作室還會有一大系列的配套活動 幫助你灣區置業、生活、配套 更快地融入大灣區 祖國大灣區的發展 離不開這麼多海外的華人、香港的朋友 回到祖國這邊 一起去感受、共同去建設 所以我們很榮陷 有這個機會 可以等了三年的時間 帶大家一起回來實地考察 約定你 馬上報名吧 關區生活多些 阿媽告訴你 容宜工作室 在通關期間 做了一個通關懶人包 簡單地告訴大家 應該怎麼回來 如約 回來應該乘什麼車 或者乘什麼船 反而內地 到底使用什麼APP 銀行卡 內地的百度地圖 滴滴打車 應該怎麼使用 一個簡單的流程 教大家融入大灣區 首先講第一點 講回整個通關的流程 通關流程 網上已經有很多消息 慢慢來這裡 都整理了給大家 慢慢看 從香港入境內地 分為以下兩種情況 一個是無需預約的關口 包括港澳碼頭 機場 港珠澳大橋口岸 這些都是24小時開放的 而且無需預約限制 緊通過你的購買票訊息 船票 車票 或者機票 等等就可以落實了 另外私家車 經過港珠澳大橋 都要提前獲得名額 最重要 有48小時的核酸認證 第二大項 就是通過六路好岸 就是通過我們深圳 六路過境 包括以下的民感度 深圳灣 諾馬州 這些口岸 基本上都是從早上7點半 到晚上的10點半 左右都是繼續開放的 這些有限名額 需要提前預約 目前我們跟粉絲 我們的客戶 了解到 除了年28年29 比較佈滿了之後 其他都比較鬆 所以大家無需擔心 以下 阿媽整理做一份 很詳細的通關攻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假設從香港入境到深圳 我們說的六路好岸 應該要怎樣做呢 首先第一個要攜帶你有效證件 回鄉證 身份證等等證件 第二點就需要在網上 政府的官方網站 預約獲得相關的平證 以下這個是網址 第三點要選好你的時間接點 上傳你的身份證訊息 你要根據這個時間接點通關 才可以正常通過 第四點 更重要的是 需要48小時的核酸認證 48小時核酸認證 我們可以去到 香港社區檢測中心 這個網站 進行預約系統 第五點 可以提前通過微信小程序 海關旅客指尖服務 它有微信小程序的QR Code 也有網站的QR Code 甚至你在家裡提前做 或者去到現場做都可以 所謂這個指尖旅客服務 就會生成 最後完成了之後 會生成一個叫黑碼 通過這個黑碼 就可以通過我們的關口 第六個抵達關口之後 就可以通過剛剛所說的 上述的平證 包括這個黑碼 你的身份證 預約訊息 就可以順利通過到深陣 這個就是陸路好岸 會稍微麻煩一點 但是大同小異 有觀眾問到 可不可以詳細一點 分享一下 比如我們拿手機 應該怎樣入關 或者怎樣申報指尖旅客服務 阿媽就詳細和大家講一下 分為兩步就可以輕鬆過關了 第一步通關前數碼進行健康申報 包括你出入境方向 從香港到深圳 或者深圳到香港 填寫準確的證件訊息 第三個 儀術申報你的症狀情況 是否有染疫 或者這樣 第四項 出示你的核酸檢測報告 第三點 手機接平保存這個黑碼 這個碼是最長時間24小時 一次申報只可使用一次 所以大家要注意 第二大步 獲取了這個黑碼之後 我們會過關 過閘的時候 拿著手機 逼一逼 就可以通過透明的關閘 這些關口 就可以順利通過了 通過關口的時候 一般會測溫 或者核驗你的訊息 關口人員都會看看 第三個 就是成功通過 大家會順利踏入大灣區 重新踏入你想要的城市 剛才詳細講到通關流程之外 我們粉絲問到最多的問題就是 從香港有沒有值得巴士回到中山 回到珠海 甚至是少慶 甚至是更遠的地方 或者有沒有船 從港澳碼頭去到中山 或者珠海 是不是已經開通了 或者什麼時候開通 這些情況 阿媽總結了 一行行 哪些公司已經開通了 哪些船票已經可以買 總結給大家 首先第一點 講回綠路的情況 想通過直通巴士回到內地的情況 我就逐步跟大家分享 哪些公司已經開通了 首先第一間 港澳直通巴 目前開通了三鄉的瓦居樂 包括廣州的殷平學生 包括廣州的殷平學生 我們熟知的少慶 或者是梅縣 羅定 四匯 清遠 新興 等等地方 詳細地址 阿Mark都會分享到我們以下的內容 連接上面 可以通過關注 港澳直通巴的微信公眾號 網站 了解它的上車 下車地點 相信很多粉絲以前都用過這間公司 第二間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港新榮里 從香港直達中山 或者從深圳灣直達中山 包括了兩個車站 一個就是中山港口的上城世紀站 這裏包括了附近的港口居民 或者是回到石旗都比較近的 第二個下車站 就是中山的國際酒店 我們熟知的西區國際酒店 都是在石旗西區附近 都很方便的 今天這趟巴士 就是從1月15日開始正式運營 大家如果1月15日之後回來 可以了解一下這間公司 微信公眾號都可以搜索 港新永利 都可以找到它的香港上車地址 開設班次 詳細的情況 第三間分享的就是 環島中港通 中港通就是從香港到深圳灣 都非常之多班次 而且是在1月8日開始 已經正式購票 正常使用這個情況 香港上車地址 包括了港島 九龍西 九龍東 新界 幾乎是20分鐘到30分鐘一班車 從早上的9點鐘左右 到晚上的7點鐘 看看具體的上車地址 環島中港通 還可以回到中山的直達巴士 就是下車地址 中山西區的庫業廣場 還有很多城市的不同站點 都供大家參考 環島中港通是比較早通車 直達巴士 回到內地是比較早的 大家都可以去微信公眾 搜索或者網站 去了解更多長城 視頻都會分享一下哪些站點 哪些城市可以有直達巴士 這個就是第三間的直達巴士公司推薦 第四間就是永東直達車 永東直達車在中山的落車地點 包括了東區的盛展上風 或者京華等等會逐步開放 第一站應該才會回到東區的 有需要回到中山東區的朋友 記得留意了 它的車從1月15日開始都是正式運營的 除了中山之外 線路還包括廣州、佛山、順德、潘嶼、花都、紹興、清遠、中山、台山 基本上含蓋了我們很多 叫香港老鄉回到內地探親等等 都非常之適合的 香港上車地點蹲了觀塘APM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油麻地上海街等等 那16號正式回到內地 詳細的可以了解它的微信公眾號 或者它的網站 看看到底有哪些城市 哪些站點會更加多 慢慢的開放 剛才說了第一件 就是香港直達巴士 或者回到深圳灣 以上這四種車型 公司都可以直接回到深圳灣 或者有直達巴士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直達巴士 或者到深圳灣的巴士 第二部分想分兩下 從香港到中山 或者珠海 有什麼直達的船票 可以供大家去買的 首先分兩下中山客運碼頭 從1月13號開始 就正式開始售票了 時間節點 從早上的9點到晚上的6點左右 每兩個小時 都有一班船可以回來的 以下就是現在的船票圖片 部分 除了中山 第二個就是珠海的九州港碼頭 九州港碼頭 從1月15號開始 就正式開始售票了 基本它的船票就非常之多 從香港的港澳碼頭到珠海的九州碼頭 它的班次包括了早上的9點 下午的3點 班次就可能沒有中山那麼多 以上就是包括了這兩個中山珠海的客運碼頭 供大家參考的攻略 大家都可以通過微信搜索 中山客運碼頭 或者珠海的九州港碼頭 了解更多長城內容 第三部分 通過港珠澳大橋或者機場入境 其實通過你的購票信息 就可以正常通過了 注意要48小時的核酸應徵 以上的信息也是 第四個階段未來會開放的就是 香港西九龍鋼鐵站 直達廣州 包括了黃江口岸的黃巴士 都會逐步下一階段會逐步開放的 以上就分享了一些關於通關的攻略流程 包括了我們的 坐邊的巴士回中山 或者回珠海 回廣州 回少平等等的班次的車的情況 第四大部分 我們要提前準備好我們的電話卡 銀行卡 微信支付 以及各種的手機APP 方便大家到內地來慢慢使用 首先說到電話卡 電話卡 我們聽我們的粉絲說 都有幾個計劃 有些是叫一卡兩號的大灣區PAN 有時候它有 香港的流量可以在內地使用 但是流量有限制的 所以這些叫封劍遊人 大家可以向各個運營商去了解一下 回到內地建議 如果你內地有家 或者你有出了屋 建議將電話卡 和你內地的一些上網 寬帶 連在一起搞 會更加好 說到銀行卡 銀行卡 就可以選擇我們中國的四大銀行 工商銀行 中國銀行 去到香港的辦公地點 都可以開通這個大灣區卡 大灣區卡 屬於銀行卡的二類卡 它一年的限制 大概是十幾萬到十五萬之間 回到內地 其實可以通過自己的房產證 或者出租屋信息 可以在內地申請這個一類卡 你有港澳通行證 身份證 就可以申請 一類卡 就是無限制你的轉賬 使用的數額 第三個 講到微信支付 微信支付 有分香港版和內地版 如果你滿足以上的電話 或者內地的銀行卡 就完全可以使用 內地的微信支付 不是的 有些粉絲說 我的微信沒有那麼多功能 我開到香港的微信 我用香港的微信 港幣可不可以在內地使用呢? 其實是可以的 香港商部這邊公佈了一個 細則 就是 說香港恢復內地期間 現在很大批人 就想兌換人民幣 出現一到出現 無限貨人民幣兌換 其實 這個微信 雙向跨境支付 就已經開通了 一無電話就可以搞定 具體是怎樣說呢? 首先大家要註冊好 這個香港微信電子錢包 綁定自己的銀行卡 還有什麼要注意呢? 包括了這個 可以做你的身份認證 做你的銀行轉賬認證 通過你的面容認證 就可以完成所有步驟 可以通過你香港的微信錢包 用港幣到內地消費 包含了內地一百萬家 內地商戶 基本滿足了你日常的打車 你的叫外賣 我們所說的美團 我們網這些外賣 還有你可以網上告密 京東之內付錢 或者相對應的 其他如果你有支付寶 還有淘寶 天貓等等 可以使用的 基本含蓋我們生活所需的 具體是為什麼呢? 我詳細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步 做身份認證 第一步 點開你的電子錢包頁面 在WeChat主頁右下方 我 點擊我 然後選擇服務 即可進入電子錢包頁面 第二 此時雙方出現顯示的殘色提示欄 就要先完成你的身份認證 進入第二步 點擊認證之後 通過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發送認證號碼 進行最一步認證 第三步 驗證香港的身份證 它會提醒你上傳你的身份證 不同角度 陰暗程度 識別好 接著就會PASS 第四步 成功拍攝證件後 就會進入填寫你的個人信息頁面 提交就可以了 第五步 最終都要做這個人面識別系統 內地我們正常使用 都會用開微信的這個人面識別系統 很簡單 不需要輸入密碼 去到哪裏都可以使用 第二大部分 除了你的微信身份認證 還要做這個銀行卡下綁定 接下來就講這個銀行卡綁定 第一步 添加你的銀行卡或信用卡 返回到這個電子錢包驗免口 以綁定銀行帳戶為例 先點擊銀行卡 第二小步 再暗這個添加銀行帳戶 第三小步 選擇並綁定銀行的名稱 並出入付款密碼 第四小點 其後可登記個人信息 包括你的名字等等 隱私條例 進入這個銀行的 第二步 你也可以設置你每日的消費限額 不是 有些粉絲說 我怕到我到號 或者是怎樣協取我的個人 怕產生費用高 你可以設置你的 每日金額為一萬 是可以的 港幣 第二 在同意提交的情況下 選定銀行 向手機 傳送密碼 確認完就可以綁定了 第三 就是綁定成功 以上 大概包含了微信上的身份認證 銀行家的身份認證 而且還做了一個人面識表 以下都出了這張圖 給大家慢慢地補一個 看看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在評論區 可以諮詢我們 或者直接聯繫我們 我們幫你解答你大灣區的生活問題 剛剛說了我們要準備的生活小貼士 電話卡 銀行卡 微信支付等等方式 讓大家融入大灣區 剛剛也說了一些空間流程 還有我們的直達巴士 這些坐船 的方式 應該是幾時開始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評論區留言 分享你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資訊 一些你的不明白的地方 都歡迎大家 踴躍留言 那麼銀行卡實室呢 近期都推出錯 以下這幾個 在中山的看樓團 如果有興趣報名 可以聯繫我們的方式 進行聯絡 通關資多些 我們還開設了一些 Facebook的討論群組 目前就包括了 我們香港人在中山群組 已經包括了我們粉絲 我們的客戶 已經包括了超過8500個人 未來還會開設這些 香港人在珠海 香港人在少慶等等群組 如果想加入香港人在中山群組 可以點擊下方的內容連接 詳細內容 去載我們 有關更多的消息 可以繼續關注我們的頻道 評論區留言 多謝你的分享讚 希望大家順利融入大灣區 新春快樂 Mango告訴你 榮兒工作室 推出一系列和房屋有關的服務 我們可以幫你 在大灣區裡找到你心儀的樓 第二個 如果你買了樓的話 可以在這邊幫你做裝修的工作 目前我們已經有很多案例 幫香港業主 人在香港 房屋在這邊 已經很開心很順利的裝修完了 第三個部分 我們可以有收樓嫌樓服務 收樓嫌樓服務 我們會一條路跟你跟到足 第四個部分 就是我們這邊 還可以有出租服務 如果你有屋想租出去 或者你想回來這邊 先租屋再看定些 再去買樓 或者陪小朋友讀書 我們都幫很多的業主 這邊找到屋 租完之後再去看樓 慢慢看 看對了 再來買都可以的 最後想跟大家說一下 多謝大家一直的支持和關注 如果你看到這個部分 還沒有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希望你點一下 右下方這裡 關注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分享出去 給你身邊想要回來大灣區生活的朋友 多謝大家